DG分析今天繼續跟大家講一講疫情之下 一些香港社會的新聞 建制派政黨、民建聯工聯會之前都有提過派錢安排 我首先利益申報,我贊成派錢的 因為其實很簡單,我想你看究竟應不應該 政府派錢在現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去做這個舉措 其實有幾方面大家可以作出一個思考的理據 第一,究竟在現有的情況下 政府如果再去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政策的時候 或者針對某一些群體,某一些所謂社會持份者 去做一些經濟舒緩工作,會出現什麼後果呢 我第一樣想到就是說,如果根據上次派4000元 用這麼多複雜的一些做法,然後到現有這一刻 仍然有些人都覺得派得相當不理想,未收到等等等等 就是說一個挑選不同的社群去作出一些政府支援計劃呢 在香港現有的狀況下,確實是相當之困難 而且做完之後也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掌聲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會想,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有身份證,成年人士,我不管你是否海內海外也好 你身在何方也好,我覺得如果政府是有經濟能力的話 無論一萬也好,五千也好,給市民其實在現在應該是一個最簡單方便的方法 另外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什麼我也是贊成一個全民去派錢呢 因為每一個人,我們都要相信他們有自己的能力去管理自己的財政 也都應該是得以尊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那些錢他拿了之後 在一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儘快用最少的行政成本,行政的一個規限去做了這件事的話呢 我們都要相信市民他們是懂得怎樣自己理財 如果你說我們這件事都要由政府去幫我們去計劃,去設計,去計劃怎樣做的話呢 這個做法其實我覺得呢,多少也都是體現了,政府不是很相信市民有這一方面的理財能力 第三件事就是說,其實我們都要尊重市民的選擇 這個所謂尊重市民選擇就是說,他拿了這些錢 他覺得在哪一處是他最開心最快樂的呢 其實這個就會令到他滿足感最大 亦都能夠在今天這個政府民望這麼低的情況下呢 就可以令到市民對政府消消氣 而對政府消消氣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說 令到他對這個社會呢,都有一些滿意度在裏 令到他自己呢,能夠那個所謂的淚氣又減低啦 對政府的不滿減低啦 亦都能夠是能夠用錢去買到一部分的快樂 不過這樣,我的觀點就講完啦 我們又看看一些反對派錢的一些社會人士有什麼看法啦 明報就有一個的湯文亮先生 一個很出名的地產投資者 他就提出一個觀點,他就說社會 那個大題就這樣寫的,湯文亮 然後他就說派錢無助防疫 那麼他呢,裡面的內文呢 其中呢,有一段就這樣寫的 他就說我不怕老實講 派錢救災的確簡單 不過呢,我就告訴市民知道 政府根本不懂得怎樣救災 派一萬元只不過是堵住大家的口而已 那麼呢,也都提到他就說呢 其實香港人不缺錢 甚至醫療藥物,口罩呢 也是不缺的,糧油食品更加不用擔心 香港人最缺乏的就是信心 大部分人呢,對官員沒有信心 在求人不如求己之下呢 唯有靠自己去買口罩,買消毒藥水 那麼就買糧食等等啦 如果政府能夠令到市民信服呢 所有有關疫情的醫療的用品都不缺的話呢 給派錢更實際 湯先生的說法呢 其實呢,我個人看來有少少矛盾的 第一,他就說呢 香港人不缺錢 甚至乎醫療的物資呀,口罩也都不缺 糧油更加是不用擔心 香港人最缺乏的就是信心 那麼我就想問了 其實他自己有沒有去排隊去買口罩呢 他為什麼會覺得不缺呢 他有沒有真的在超級市場去買米 試過輪米輪廁止呢 如果有的話,我想他就不會這麼寫了 第二就是說,其實呢 他就說他不怕老實講 派錢救災呢,很簡單 只不過是堵住市民把口而已 那麼我覺得堵住市民把口有什麼不好呢 問題就是在於 我不太明白湯文亮那個邏輯 究竟他明白不明白 現在香港人的所謂的信心危機 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只是 對政府沒有信心呢 如果是的話,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大家有信心呢 是不是有些廁紙,有些口罩工業就有信心呢 如果是的話,這個邏輯更加奇怪 因為政府都告訴你 他採購口罩不順利嘛 採購口罩不順利嘛 他採購口罩不順利 湯先生又從什麼邏輯裡面 會覺得就是轉期內 政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呢 如果解決不了的話 那又是不是應該,就是想一下 就是說,我就算做不到一百分 我都想一個做到七十分的方案出來 令到市民呢,能夠呢,開心些啊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呢都有一種呢 覺得自己很有智慧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呢 我看得通,你們看不通而已 其實那些人不是要錢的 他只是要一個所謂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正正就是呢 有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呢 很貼地,很面對現實地 去對民情作出反應 為什麼對民情作出反應呢 就是說呢 有些事情,我們如果都明知道 政府是有某一定程度的限制之下 他做不到的了 我們就只能夠退而求其次 去令到呢 那個整體社會呢 是得以呢 有一個比較上是 大家都滿意些的環境咯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覺得湯先生呢 確實就 不是很理解香港人的看法 所以呢 首先第一 就是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他竟然說香港市民其實不缺錢 不如他自己走到深水埗啊 走到屯門啊 很多旺角啊 很多基層他們的社區去看一看啊 問一問那些人究竟缺不缺錢啊 當然 就算很有錢的人都可能會說自己缺錢的 但是我覺得他下去真是看一下 而且下去試試排隊買口罩呢 他就知道情況 不過其實不只是湯先生這樣說的 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都說 他不主張就萬無目的這樣呢 就向每個人派一萬元 他解釋呢 如果每個家庭都有足夠的糧食清潔用品呢 那派錢呢 才可以刺激到的 才有消費 但如果現時派一萬元呢 市民只會用來買漂白水 買糧油米 這些必需品 就會令到價格上升 無助刺激消費 其實呢 這個呢 又是幾有趣的一個看法來的 因為其實呢 就算出現到梁繼昌說的這個現象都好 那你買漂白水買糧油 買米都是一個消費來的 那這個都是刺激消費的 那這個為什麼不是超益消費呢 那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不想抬高物價 而這些消費呢 對於市民來講呢 可能也都只是局限於某幾類型的 這些現在可能是短缺的物價的這一類型的消費 但是我想講就是呢 我們可能呢 都應該真的相信市民呢 他們本身那個消費的選擇 還有他們才知道自己想怎樣消費 如果他覺得買這些東西能夠安心的話 那又何妨呢 再講其實我覺得梁繼昌呢 有一點點呢 在這個問題上面的前瞻性 都應該想多些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其實疫情是不斷轉變的 如果疫情是再差的話 那我相信呢 其實就算你沒有這一萬元都好 市民都會繼續去做一些搶購的行為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有沒有這一萬元 如果疫情再差的 我想市民你能夠給他多一萬元 幫輕一下他 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你說疫情不會再差了 那我覺得市民更加就會想 究竟這一萬元呢 可以花在哪一些地方 再者就是說 其實我想作為一個法民議員 在過去這麼長的時間裏面呢 他跟政府之間這麼多的溝通交流 甚至批評他們 就是批評政府做得不好 不貼近民生 那究竟不派錢的話 梁繼昌又怎樣保證 政府是可以善用公帑資源 令到社會能夠比較上舒緩市民的 現在的緊張狀態呢 我覺得作為泛民議員 其實他們應該是更加理解到 就是政府過去很多行政失誤 使錢使得並不善於理財 其實他們應該有很多這些例子在手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如果現在的政治格局又沒有什麼大變 為什麼他們不反過來支持 將一些財政資源由市民自己去做事呢 我只能夠說 其實一個政府呢 他們能夠存在這麼多的錢 其實就是市民的辛龍所得 所以如果除非這些反對派錢的聲音 他們有一些很好的理據 或者很好的方法去善用這些財政資源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還富於民呢 是一個天經地義的做法 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其實我暫時都見不到 一些反對派錢的人 有什麼真知卓見能夠打動到我 如果有的話呢 我們都歡迎大家一齊討論的 今天就談到這裡啦